从这个上次图片看到24 再来的话呢 我们高多少这边有个 所以60 24 然后20就可以画出这个这个矩形 然后呢我就要把它 可能我从旁边先画好对不对 画好这个矩形之后呢 那我就把它要把它怎么样 搬到上面来 假设我要搬到这个位置 那你要考虑到搬的位置在哪里 实际上这边有相关的尺寸有没有 其实就是这边有个12 也就是说将来我搬移的话 我可以以这个为基准点 终点嘛 然后移动过来 追踪然后追过来12 就可以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好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处理 下面的矩形跟上面的这个这个矩形 好那做完之后的话 这个这个 这两个方块完成之后 再来做前面的部分 然后前面部分当然 突出来这个是圆柱嘛 那我们前面做过嘛 你可以追踪 那从哪边追踪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相关的讯息 这边有个50 有没有 也就是他告诉我们 就是说从这边到这边 就是从底下的这个终点 往上追踪 追踪多少 追踪到50 就是他的什么 中心点 所以这个圆 这个圆柱的中心点就是在哪里呢 追踪 终点追踪50的位置 那追过来之后呢 这个圆柱的半径是多少 其实可以看到这边 这边有个30 不过30是里面挖空的 应该是多少呢 从右视图可以看到 直径就是58 那半径多少 半径就是 应该是 我都记忆那个半径的部分 那半径的话就是29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 这个半径部分就29 29之后的话呢 再往外突出多少 那突出部分呢 从哪个角度可以看到呢 其实从这边可以 上视图可以看到 突出来36 所以这边都有标注 其实尺寸都找得到啦 那当然就是说你会发现呢 它分散在不一样的视角上面 你要去找答案 OK 那有些东西 那我也可以很快画完了 不过 你将来还是要自己可以找得到 那36之后 画完这圆柱之后呢 还有圆角要处理 那圆角部分 像这个地方有圆角 这个地方有圆角 这个地方有圆角 那各位多少 我想各位稍微看一下 这个圆角的话 这里面这个圆角是5 然后另外还有这个前面的圆角 前面的圆角是10嘛 这个是10 这个是5 然后上面这边多少 上面这边的话 哇 这边也有有没有5 所以你看答案都是 都是分散在每个地方 那你们要必须去找到 这个讯息 那找到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 这个地方就做宝壳 好宝壳 然后另外这边又挖空 挖空的半径就是这个地方 有一个30 那是让我的记忆把它改成30 变成15 那也就是说在圆柱的中心点 再画一个 那直接怎么样 画完之后 你可以按拉 把它透过去 就挖空 这边去 你这个透过去的距离 因为最后呢 挖过来 顶多最多不就是超过36就好 但是你不能太多 你不能超过 你不能按拉一拉 拉太多的话 变成这边也会被透穿 所以特别注意就是 你这个距离只要大概穿过来 到里面就好 不要再过去 OK 那这个图形 我们就可以做出来 我想大概分析一下 跟各位讲个相关尺寸 那你们先把大概的尺寸记一下 那等一下我们就把这一题 画出来给各位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